去年的政策的成績 拿來當作這個政策錯誤的掩飾 掩蓋 這真的是非 所以你說我負責 你就是完全不負責 你連一句道歉 你都不願意 你有沒有丟臉 這幾點呢 從三加十一路走來他就是錯誤 五個月了呢 你還在搞這個東西 你還不下台 怎麼會有這種XX的指揮官呢 你還說你沒有破口 你還在勾公送得 我想全國的百姓都沒辦法去送 我們台灣人說的寡連閒遲 你從這邊看出來 不要連到基點 怎麼會一個政策造成的死亡 這麼明顯 我們就講這個獅子王就好 獅子王編號是一千兩百零二 表示在獅子王之前 就是五月份之前 到去年一月份 才一千兩百多個很堪 有沒有 儘管今天全部加起來 本土跟不知道來源的加起來 才一千兩百零二 可是你現在看多少 一萬六千多個 你說跟這個疫情沒有關係 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在五六月那個數目的增加 大家有看到嗎 一天好幾千個再增加 請問一下這個跟你的政策沒有關係 你怎麼會把你去年的政策的成績 拿來當作這個政策錯誤的掩飾掩蓋 這真的是非常不要臉 所以今天在野的 不管是國民黨民眾黨 你們表現都剛剛好而已 我覺得現在是我的話 我絕對不是這樣子 我們一定要讓他知道 台灣的人民的生命多麼可貴 這是可以避免的東西 你自己做出這種決策的時候 你連一個開會幾乎都沒有 連一個錄影都沒有 連一個會議的參理人員都沒有 你這個就是獨裁嗎 我們大家都知道你獨裁 所以你說我負責 你就是完全不負責 你現在要找出一個理由 說你不負責的理由而已 你講什麼 這個基礎人員的身心狀態 經過六十幾天都零確診 所以他們受到多少的煎熬 那我請問全世界的所謂基礎人員 不都是這樣子嗎 今天就是你這個政策錯誤 我可以證明你的政策錯誤到幾點 我簡單講 我們看了一下 從屏東訪聊的這個DATA進來台灣的時候 你就發現 因為那是六月八號 六月八號之後的七月二號 才開始我們台灣 有稍微準備了一下所謂境外的旅客 所有入境的人要做兩次PCR 跟一次快三 就第九跟第四四天 前面都沒有喔 尤其我印象很深喔 只要做隔離沒有症狀就放水 尤其那時候 在四月份五月份 去年四月份 美國多麼嚴重 你就一直放水放到現在 所以到現在為止大家都認為 還有黑數在我們社區裡面 我也相信 你現在就是 縱使驗出來 所謂這個 裝修功能 跟所謂幼稚園的這個 幼兒他們的經濟是同一個 我也不認為是同一個因素 因為這個在埃及巴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因為裝修功能 它八月十二號 十少就已經進入社區了嘛 對不對 你可能說 那它被傳染是八月二三二十六 它又有進去一次 但是問題是 你確定是埃及巴傳給它嗎 因為它跟它根本沒有接觸啊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最生氣的就是一點 你從頭到尾都不想查一個結果 讓我們知道 你也不想要查一個原因給我們知道 你都是用呼嚨 所以今天三加十一 就是要給你一個重重的打擊 因為那時候我們看到 所謂的獅子王 他傳到他們的盧州的獅子會 他去成員這麼大 然後一直傳 所以傳到萬法 他自己去萬法 那接出來 一大堆都跟他有關係了 你能夠找到的原因都已經找出來 請問一下 他跟你這個諾夫特事件有沒有關係 你跟那個機組人員 還有那些旅客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啊 百字板有關係啊 你有沒有給我們一個清楚的交代 沒有 你除了放虎歸山之後 放虎出來之後 讓大家受到傷害之後 你又把他 老虎又要關起來 你根本不是這個老虎在哪邊 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三加十一 從一千兩百零二號的獅子王感染的那個號室 到現在一萬六千多 這中間 增加最快最快就是五月六月 那時候速度一下就崩到一萬兩千多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眼裡 請問一下這個叫不破口 不是破口 為什麼這段時間就是特別明顯 特別多人被感染 為什麼雙北要花這麼多時間 設立這麼多的快殺戰 設立這麼多的重症的病房 在治療這些人 這不是破口 這是因為你體諒到機組的身心人員的心腦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他死掉人 你也相信那八百多個人死掉那個家庭 多少人受影響 我相信很多人現在走不出力都陰瑪 你連一句道歉 你都不願意 你還在國外電腦 人家逼你說不好意思抱歉你才說 鄭民衆啊 鄭立委 你有沒有丟臉 我告訴大家一句話 台灣從來沒有出國獻過這樣的政治人物啊 就不要臉到極點了 已經沒有臉恨講了嘛 不是寡靈懸詞嘛 所以今天在原黨今天抗爭是對的 我告訴你這一個所謂隔離政策到現在還錯 昨天陳思中都已經承認 那個原長就是老原長 幼稚園你知道學生感染這麼多 那個幼教老師也感染 可是你知道原長他也被感染 他只有隔離七天而已 你怎麼會把這麼多人得到感染的data感染 三十幾個人 三十四個感染 你竟然你給他七天就放他出來了 這對嗎 所以這樣一路走來從 三加十一路走來他就是錯誤 我跟大家看一份資料 你就知道我為什麼這麼生氣 我記得我在中間講很多次 你這個data病的隔離 新加坡香港都二十一天了 中國大陸已經到二十八天了 新加坡做五次的PCR檢查 你現在還兩次 我跟你講啦 這個跟侯友說你是要做半套 侯友以前講你半套是你以前是半套 我告訴你現在還是半套 你從來就沒有想要好好檢討 所以陳時中昨天說 這確實是鬆散一點 應該要更加嚴 請問一下 身為一個指揮官可以這樣講嗎 這個政策已經多久了 四月四號到現在多久了 五個月了呢 你還在搞這個東西 你還不下台 怎麼會有這麼不要臉的指揮官呢 所以我常常講一句話 今天台灣的政權為什麼這麼不好 這些人都選不上 就是在民意上百姓也不支持人 蘇貞昌就是典型的嘛 林家長不是嗎 林家長 因為台鐵而下台 你認為他是適合的政務官嗎 沒有選上就可以當中央行政的長官 這些人有考慮到大多數民意的傾向 他們希望做的事情嗎 也就是說民意所向 他根本就沒在考慮 他考慮就是他的政權 所以我講這個 蔡英文這個總統就是這樣 你用非常沒有很正式 也沒有很公開 也讓人家非常懷疑的選舉方式 取得政權之後 你所任用的每一個人 都好像是欠你八百萬一樣 沒有人敢反抗你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工作 這些人 他絕對不會站在民意這方面 他一定會站在 蔡英文這方面 所以今天會這樣違法亂致意 這麼嚴重 我相信就是因為 不能有這種政權的存在 所以人民有沒有機會 改變這個事實 除了立法院 不讓他上台報告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機會 等這個疫情快要結束之後 我相信 所有所有對不起台灣的事情 每一個都要提出來討論 尤其是這次疫情的控制 我跟大家講 新加坡 已經五次的封城 你看他死亡率就只有33個而已 我問一下 他去年是感染的人 是六萬兩千多個 台灣去年只有1200個不到 我記得到年底的時候才1100個而已 你這樣突然間 你這破口這麼大 增加到一萬多 一萬六千多 結果你死亡率竟然是 新加坡喔 二十五倍 你還說你沒有破口 你還在勾功頌德 你還講說 因為要體屈什麼 技主人員的辛勞 精神狀態 你身經病 在技主人員 是這樣的體屈嗎 你始終於都進去 你八带 你死人 你算是歷史嗎